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分享一种勾针的小技巧 我们经常在勾织短针的时候 最后引拔完之后会经常出现 引拔针的这个位置呢 这条线很容易歪掉 然后呢,还会有一个引拔的痕迹存在 非常的影响美观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种 其他的引拔方法 我们在这一行编织完之后 接着呢,我们不是在起立针上面 做引拔针 我们试在第一个短针上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短针 有一个这样的辫子针 接着呢,我们挑 这个辫子针外侧的一根线 我们在这里呢,编织一个引拔针 引拔针完成之后 接着锁一针 开始编织下一行 首先呢,第一针 我们还是在原来的这个短针上 挑针目上方的这两根线 编织一个短针 短针完成之后 后面呢,就正常编织 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 平常我们用到的这个引拔针呢 编织出来的痕迹呢,会特别的明显 那这种引拔针呢,编织出来的织物 会更加的平整 而且呢,这个线条呢,是笔直的 不会弯曲 相对来说 这样的引拔痕迹呢,不仔细看的话 还是比较隐形的 今天我分享的这个小技巧呢 希望对大家呢,有所帮助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